大家好,欢迎收看老陈频道,喜欢老陈讲的故事,记得点赞订阅评论下吧。 上回我们说到,乔良发现了,叶欣怡的秘密,和后面楚衡请乔良去家里聚聚。 今天让我们一起听听后面的故事吧。 楚衡轻笑一声,伸手悄悄太阳穴,这个要你自己动脑去分析了。 我知道徐部长在省里当处长的时候,和李有为关系就不错。 乔良皱皱眉头,楚衡这话是什么意思? 暗示是文远扳倒的李有为,还是想撇清自己和这事有任何关系。 楚衡接着又说了一句,如此说来,你倒霉是因为李有为,从山里出来也是沾了李有为的光啊。 似乎楚衡终于想明白乔良被徐红刚重用的原因了。 乔良笑了下,笑得有些苦涩。 楚衡接着似笑非笑道,我和文远是李有为出世的最大受益者,如果你要是排除文远的话,那我的嫌疑就最大咯。 乔良吓了一跳,盲白手,楚歌,可不敢这么说,我可从来没这么想过。 虽然乔良对楚衡不是没有怀疑,但楚衡如此直接说出来,还是让他感到恐惧。 看乔良这样,楚衡大笑,使劲拍了下乔良的肩膀。 小乔,我在和你开玩笑呢? 看你,还当真了,哈哈。 乔良善笑了下,心里有些紧张,尼玛,刚被张梅开了个所谓的玩笑。 楚衡又给自己开了个玩笑,不知道这两个玩笑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还是都是真的? 抑或都是假的? 你们哥俩在谈什么呢? 这么开心。 季红笑吟吟,端着菜从厨房里出来,来,菜齐了,上桌喝酒。 大家围坐在饭厅餐桌前,乔良和张梅坐在一边,楚衡和季红坐在一边。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楚衡先坐在了张梅对面,季红就只能坐在乔良对面了。 楚衡开了平茅台,给自己和乔良道上,季红和张梅喝红酒。 楚衡举起酒杯,来,今晚这个家宴,一来给小乔出山接风洗尘,二来祝贺小乔从报社调到布里。 季红接着道,这段时间小乔可是受苦了,黑了,也瘦了。 楚衡点点头,是啊,不光小乔受苦,梅子也很千蕾的,憔悴了不少。 乔良侧眼看了下张梅,没见他憔悴什么,甚至比以前更滋润了。 干完这杯酒,乔良举起杯,楚衡,我敬你和红姐一杯,一来庆贺楚衡就任常务副部长。 祝楚衡今后步步高升,二来,红姐去新马泰旅游刚回来,旅途劳顿,给红姐接个风。 楚衡微微一笑,小乔,你的心意我和你嫂子领了,不过不能你自己敬啊,得和梅子一起吧。 乔良没说话,张梅不满地看了乔良一眼,举起酒杯,来,楚歌,红姐,我和乔良一起敬你们,大家一起干了。 然后寄红菊起酒杯,笑呵呵道,小乔,梅子,看你们俩郎才女貌的,真般配,来,红姐敬你们一杯,祝你们恩恩爱爱,生活甜蜜。 谢谢红姐,张梅干笑一声喝了,乔良心里一阵苦涩,却也不能说什么,只能道谢干了。 这时乔良的小腿无意动了一下,随即接触到了一个温热的东西。 乔良的心一跳,那是季红的小腿,自己不小心碰到了。 看了一眼季红,季红眼皮微微跳了下,小腿却没有动。 乔良心里有些微妙的感觉,又有些负罪感,忙收回小腿。 突然又想到,自己和季红的小腿会无意接触,那楚衡和张梅会不会也? 楚衡可是穿着大裤衩,张梅可是穿着裙子,两人的小腿都露着的。 想到这里,乔良手里的筷子一松,落地,忙弯腰低头捡筷子,一看,楚衡和张梅的腿都规规矩矩放在那里, 之间保持着一定距离。 乔良捡起筷子,楚衡笑了下,看来小乔在山里受得苦不清,身体比较虚,连筷子都拿不住了。 乔良呵呵笑了下,然后大家吃菜,边吃乔良边夸赞,好吃,真好吃, 红姐的手艺真不错,楚歌好幸福,有这么一位贤惠的夫人。 楚衡呵呵笑了下,笑得似乎有些干,拿起筷子给纪红加了一块鸡肉。 张梅翻翻眼皮,自顾吃菜。 纪红也笑了下,那笑里却似乎有一丝黯然。 然后,纪红给乔良盛了一碗鱼汤,温和道, 小乔,这些日子你在山里受苦了,多喝点鱼汤补补身子。 乔良心里一热,纪红是多么温存体贴的女人啊, 张梅可从来没对自己这样过。 这样一想,不由有些羡慕楚衡了。 吃饭的时候,楚衡接了个电话。 阿超啊,嗯,好好,我知道了,明天你派车来接我就是。 接完电话,楚衡对纪红道, 你们集团明天有个文化座谈会,邀我去参加。 纪红铁撇嘴,这个唐超还真能捣鼓, 做生意的弄啥文化座谈会啊。 这你就不懂了,商业和文化是不可分的, 或者说,商业也是一种文化。 在哪里开? 几天? 北大山度假村,两天, 唐超可是越来越牛气了, 连你这个常务副部长都得听他调遣。 呵呵,帮忙站站场子而已。 楚衡笑了下,有意无意看了张梅一眼。 乔良忍不住问了一句,唐超是谁? 纪红回答,我们集团老板啊,唐部长的公子。 乔良明白了,原来唐超集团是唐树森的儿子开的, 怪不得楚衡把纪红安排到唐超集团去做事。 楚衡和唐树森关系非同一般, 纪红在那里,自然吃不了亏, 不然怎么能做财务总监,吃过饭。 大家在客厅喝了一会茶, 然后乔良起身告辞, 哎,再做一会吗? 纪红挽留。 乔良半开玩笑道, 红姐出去旅游,和楚歌多日不见, 想来楚歌一定是很想红姐的。 想来今晚楚歌和红姐 一定是要早点小别圣新婚的, 我们还是不打扰了。 纪红的脸微微一红, 嘴角露出一丝苦笑, 心里一声叹息, 虽然自己很想, 楚衡却老是借口工作操劳身体疲惫, 几个月没过夫妻生活了。 看记红细微的表情, 乔良微微有些困惑, 楚衡这时呵呵笑了下, 我们老夫老妻了, 没那么急火, 小乔,恐怕你不是怕打扰我和你嫂子, 是想赶紧和梅子回家亲热吧。 乔良甘笑一下, 张梅则站起来礼貌道, 楚歌,红姐, 我们走了。 乔良和张梅告辞离去, 回去的路上, 两人都沉默着, 半天张梅没好气蹦出一句, 就你话多。 我怎么就话多了? 乔良反问, 你自己知道。 张梅加快脚步, 乔良有些纳闷, 自己不就是开了个暧昧的玩笑吗? 张梅至于这样吗? 半路上, 乔良看到路边有一家连锁超市, 对张梅道, 你先回去, 我去超市买点东西。 张梅静子走了, 乔良直奔超市而去, 在楚恒家喝了半斤茅台, 有点上头, 走路有些摇晃, 进门接帘子的时候, 迎面和一个女的撞在一起。 哎呀, 女人叫了一声, 手里提的带子掉在地上, 带子里的东西散落一地。 对不起, 对不起, 乔良忙蹲下去捡东西, 又听女人的声音耳熟, 抬头一看, 叶欣怡。 这妖巧, 撞到叶欣怡了。 混蛋, 你眼瞎了。 一个身材高大结实的男人, 走过来, 粗暴赤鹤道。 一看这男人, 是叶欣怡的老公宁海龙, 是刑警支队副支队长。 宁海龙来报社接过几次叶欣怡, 乔良认识她, 她不认识自己。 乔良把东西收拾好, 递给叶欣怡, 继续道歉, 真抱歉, 我没注意。 叶欣怡接过带子没作声, 宁海龙却不依不饶, 在乔良眼前一晃拳头, 带着威胁的口气。 兔崽子, 以后走路长点眼, 不然老子, 宁海龙, 你够了。 叶欣怡突然火了, 抬脚就走。 宁海龙愣了一下, 瞪了乔良一眼, 忙跟着叶欣怡走了。 看着叶欣怡和宁海龙 一前一后离去, 乔良摇摇头, 真会气, 在这里遇到这两口子。 叶欣怡如此优雅的女人, 怎么找了个这样无理的家伙做老公? 乔良在超市买了双拖鞋, 然后回家。 进了门, 张梅正坐在沙发上喝水, 乔良拿出新买的拖鞋换上, 打开鞋柜, 把那双肩肤穿过的拖鞋装进垃圾袋。 这拖鞋好好的, 干嘛不要了? 张梅有些发愣, 脊脚穿着不舒服。 张梅眨眨眼, 心里犯嘀咕, 穿了这么久的拖鞋, 怎么突然就脊脚了呢? 不对劲啊。 乔良坐在沙发上喝水, 张梅沉默片刻, 突然道, 你猜楚歌和季红现在在干嘛? 还能干吗? 季红去新马太这么多天, 肯定小别盛新婚乔良漫不经心道。 哼, 张梅不满地哼了一声。 你哼什么? 人家凉口子的事和你有什么关系? 乔良看了张梅一眼。 你管呢? 张梅站起来去了浴室, 一会传来哗哗的水声。 乔良坐在沙发上抽了一支烟, 然后直接去了客房, 卧室是不想去了, 那是JF睡过的, 脏。 乔良脱了外套躺在床上, 两手枕在脑后, 看着天花板发呆。 说得好好的离婚, 张梅突然变卦了, 还狡辩是开玩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又怎么能过得下去? 这样的婚姻还有什么意思? 乔良从包里摸出笔记本打开, 看了一会那根卷毛, 又和尚收起来躺下, 继续看着天花板发症。 那JF到底会是谁? 是陌生人? 还是自己认识的? 一想到后者, 乔良心里感到巨大的耻辱, 一会浴室的水声停了, 片刻, 张梅穿着浴衣过来, 靠在客房门绑, 抱起双臂, 看着乔良, 怎么不去卧室? 想分居, 乔良看着刚刚沐浴后, 充满诱惑的女人身体, 换了以往, 自己早就抱上去, 可现在, 她却没有任何感觉, 甚至一阵恶心。 哎, 这个名义上的老婆, 早不知给自己戴过多少次绿帽了, 既然已经到了谈离婚的地步了, 再住在一起, 还有意思吗? 乔良淡淡道, 呸, 谁说要和你离婚了? 我说了那是玩笑话, 你还有完没完呢? 哼, 想分居, 随便。 张梅气哼哼转身进了卧室, 砰, 关上门, 给自己戴了绿帽, 还理直气壮, 乔良暗暗骂了一句。 和尚眼刚想睡, 隐约听到卧室里传来嘀嘀咕咕的声音, 似乎张梅在打电话。 乔良心里一动, 爬起来捏手捏脚走到卧室门口, 耳朵贴近门缝厅。 张梅的声音很小, 听不清她的说什么, 只是隐约听到有拖鞋二字。 乔良心里一震, 自己换拖鞋的事引起张梅怀疑了, 她在给JF打电话说这事。 靠, 早晚得救出JF, 早晚得抓个现行, 到时张梅可就没理由不离婚了。 乔良回到客房关上门, 躺在床上琢磨着怎么找到JF, 抓JF肯定抓到现行, 突然想起了老三。 老三叫杨勇, 是自己大学的社友, 铁哥们, 读书的时候就喜欢看福尔摩斯探案的故事。 毕业后在一家国企混了几年, 后来辞职开了加信息情报研究中心, 说白了就是私家侦探所, 承接商业和个人信息调查业务。 乔良摸出手机打开微信, 给老三发信息, 老三, 在干嘛? 老三随即回复, 去了趟新马泰, 今天中午刚回来。 靠, 怪不得这几天没你消息, 原来去旅游了, 真悠闲。 嘿嘿, 什么旅游, 老子是去做业务的。 你马, 行啊, 业务做到国外去了。 你懂个锤子, 说, 找我什么事? 老子出山了, 现在市委宣传部办公室做副主任。 不在山里养猪了, 好啊老五, 明天我给你祝贺下。 乔良在宿舍排行老五。 老三这话正和乔良心意, 行, 明天中午一起吃饭。 好, 我请你吃麻辣烫。 去死, 老子要吃海鲜。 哈哈, 行, 天天与港见。 和老三聊完, 乔良倒头就睡。 这一觉睡到了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多, 起床后没见张眉, 不知去哪了。 爱去哪去啊, 和老子无关。 乔良洗漱完出了门, 打了个出租, 直奔天天与港。 路上手机响了, 一看号码不熟, 本地的。 你好, 乔良接电话。 乔副主任, 中午好。 电话里传来一个女人调侃的声音。 方小雅。 小雅, 你怎么知道我手机号的? 乔良稍微有些意外。 这难道很难吗? 我不但知道你手机号, 还知道你刚从山里出来, 调到市委宣传部当办公室副主任了。 方小雅笑呵呵道, 你消息可真够灵通的。 乔良笑起来, 只要你心里有一个人, 自然会关注他的一举一动。 乔良有些感动, 没说话。 这会在干嘛? 方小雅问。 我约了老三, 中午要一起吃饭的。 老三, 是不是你们寝室的杨勇? 对, 哇, 我好多年没见老三了, 你们吃饭不叫我, 不够意思, 我要去。 方小雅有些撒娇的口气, 乔良一时犹豫, 自己约老三是想谈点事, 方小雅去了会不方便的。 怎么? 不欢迎? 还是怕我吃得多请不起。 小气鬼。 方小雅不开心道。 方小雅这么一说, 乔良不好意思了, 哪能啊? 好吧, 我去接你。 二十分钟之后道。 行, 我在集团门口等你, 不见不散。 方小雅挂了电话。 二十分钟后, 乔良到了正泰集团总部, 方小雅正在门口等着。 正泰集团总部很气派, 一座三十多层的大厦, 楼前停满了轿车, 穿着工作制服的员工进进出出。 方小雅今天穿了一身白色休闲装, 头发随意披散着, 看起来格外清爽。 小雅, 乔良坐在车里冲, 方小雅招手, 方小雅笑嘻嘻走过来, 上车, 直奔天天渔港。 很快到了天天渔港预定的房间, 推开门, 老三早就到了。 老五, 你压的, 老子难得请客, 吃麻辣烫不行啊, 还非要吃海鲜, 老五话没说完, 看到了乔良身后的方小雅, 一下愣了, 嘴巴半张。 方小雅冲老五嘿嘿一笑, 怎么? 杨勇, 老三, 不认识了。 哎呀, 老三夸张地叫着, 方小雅, 你怎么来了? 老三知道方小雅回国的事, 方正太出车祸离世这么大的事, 方小雅自然要回来的, 只是没想到乔良今天会带方小雅来吃饭。 怎么着? 老三, 你和乔良吃饭我不能参加。 不欢迎。 方小雅握起小粉拳, 冲老三胸口就是一下。 老三挠挠头笑着, 能啊, 当然能, 欢迎, 热烈欢迎。 哎, 小雅, 八年不见, 你可更漂亮了。 老三真会说话, 我喜欢。 方小雅满意道。 然后老三请大家入座, 吩咐服务员上韭菜。 我先去洗个手。 方小雅出去了。 怎么回事? 方小雅怎么来了? 老三问乔良, 我来的时候, 她正好给我打电话, 听说我和你一起吃饭, 非要来, 于是就来了。 老三点点头, 接着黑黑笑起来, 方小雅当年就对你很有意思, 现在你们见了面, 是不是要旧情复燃啊? 去你的。 乔良打了老三一拳, 可惜啊, 你现在是有父之父, 方小雅说不定也早已成家了, 你们都不是自由人了。 老三感慨道, 乔良心里一阵苦涩, 没说话, 一会酒菜上齐, 方小雅也回来了, 大家边喝边聊旭同学旧情。 得知老三现在开了家私人侦探所, 方小雅眼神一亮, 眨了几下。 小雅, 你这次回国, 接替父亲执掌正太集团, 自己一个人回来的。 老三问道, 方小雅点点头, 废话, 我不自己回来还能带谁? 这么多年, 你没成家? 老三一愣, 乔良也感到意外。 方小雅看了乔良一眼, 淡淡笑了下, 这八年来, 我一直一个人走路。 老三看了乔良一眼, 乔良愣愣地看着方小雅, 原来她一直在单身。 为什么? 乔良傻傻地说了一句, 如果没有一把合适的雨伞, 那本姑娘宁可继续淋雨。 方小雅端起酒杯, 喝了一口红酒。 乔良发现自己这话问得很无聊, 上大学时就觉得方小雅是个执着的理想主义者。 这么多年, 她这性格一直没变。 老三看看方小雅, 又看看乔良, 眨眨眼, 端起酒杯, 来, 为乔良出山干一杯。 大家一起干了。 然后老三看着乔良, 老五, 你教了什么狗屎运, 怎么突然从报社调到宣传部去了? 乔良摇摇头, 这事我也很困惑, 新来的徐部长对外说, 早就和我熟悉, 赏识我的能力。 所以把我调到部里, 其实他之前根本就不认识我, 我以前也只见过他一次, 连话都没说过, 手都没握过。 咦, 这是有意思。 老三来了兴趣, 莫非是什么高人在背后帮你? 那高人比徐部长还牛逼, 徐部长得听他的。 乔良一脸猛逼, 自己哪里认识什么高人, 最亲近的靠山就是李有为, 他现在进去了, 自然是没有机会为自己说话的。 方小雅冲老三一束大拇指, 老三到底是做侦探的, 分析得有道理。 乔良挠挠头, 难难道, 可是我真的不认识什么高人啊, 如果真是这样, 那这高人是谁? 谁又会帮我? 老三皱起眉头, 嗯, 看来这是大有玄机, 回头我帮你梳理梳理。 方小雅玩耳一笑, 好了, 别费脑筋了, 管他什么高人不高人, 反正乔良从山里出来了, 而且位置还不错, 乔良, 真为你开心, 来, 我敬你一杯。 乔良相信方小雅的开心是发自内心的, 和方小雅干了一杯。 这时方小雅手机响了, 一看是集团打来的, 忙出去接电话。 乔良和老三继续喝酒, 老三, 你这次去新马泰不是旅游, 做什么业务的? 乔良随口问了一句, 受客户委托, 调查婚外情的。 老三边拿起一个螃蟹吃鞭道。 哦, 调查对象是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 这女的是干嘛的? 乔良来了兴趣。 老三翻翻眼皮, 恪守职业道德, 保密。 靠, 不说算了。 乔良有些扫兴。 哎, 为了调查这女人出轨的证据, 我不得不自费跟着旅游团 去新马泰玩了一圈。 老三吃完螃蟹渣渣嘴。 我猜这客户 应该是这女人的老公吧? 乔良道。 废话, 不是老公调查个屁呀, 不过这老公很狡猾, 自己不出面, 委托别人出面找我的。 虽然他不出面, 我却知道这女人 肯定不是委托人的老婆。 老三得意洋洋。 你怎么知道的? 乔良好奇。 很简单的, 我一调查, 委托人是单身, 没有老婆, 而且我还很简单查到 这女人的老公是谁。 老三呲牙一笑。 乔良笑了, 点点头, 不知这位老公 调查老婆的意图何在。 我猜应该是这老公 想换老婆了, 找到老婆出轨的证据 好有理由离婚。 为何这么猜? 因为这女人的老公 是仕途春风得意的官员, 这年头, 盛行当官发财死老婆呀。 官员? 多大的官员? 正楚。 乔良心里一震, 突然想起 季洪昨天刚从新马太回来 和老三回来的时间相同, 而且, 楚衡是正楚, 在仕途挣春风得意。 难道老三调查的对象是季洪? 是楚衡找人委托老三调查的。 不可能啊, 季洪和楚衡看起来感情不错的, 而且, 季洪又颇有姿色, 楚衡怎么会想到换老婆呢? 但老三说的 又太符合楚衡和季洪了, 怎么会这样巧合? 乔良盯住老三, 突然冒出一句, 那女人是不是叫季洪? 你怎么知道的? 老三脱口而出, 接着紧紧闭上嘴。 乔良顿时头大, 卧槽, 被自己猜中了。 老三此次调查的对象 竟然是季洪, 委托老三调查季洪的 竟然是楚衡。 楚衡为什么想和季洪离婚? 是感情不合, 在外面有了女人喜新厌旧? 还是因为楚衡一直想要儿子为国, 而原因出在季洪身上? 如果是后者, 倒是可以理解。 如果是前者, 那楚衡的新女人是谁? 想到昨晚在楚衡家临走前 自己开玩笑的时候, 季洪和楚衡微妙的表现, 乔良皱起眉头, 莫非是楚衡故意许久 不和季洪过夫妻生活, 认定正值旺盛需求的季洪会饥渴, 会趁出去旅游的时候找男人, 所以安排人跟去调查, 借此找到季洪出轨的证据离婚。 乔良有些震动, 又很困惑, 直勾勾看着老三, 找到证据了。 老三摇摇头, 不再说话了, 又拿起一个螃蟹吃起来。 乔良突然松了口气, 为什么? 不知道。 乔良本想, 今天让老三帮忙调查张梅出轨的事, 找出肩夫是谁的, 此时却突然改变了主意, 决定暂缓一下。 为什么会突然改变主意? 乔良自己也说不清理由, 或许只是出于某种下意识的直觉。 有时候, 直觉是很可怕的, 但这种直觉又让乔良不敢面对, 甚至感到无比恐惧。 吃过饭, 老三开车先把乔良送回家, 然后送方小雅回集团。 乔良回到家, 张梅还没回来。 乔良进卧室转悠了一圈, 看着床头上和张梅的大幅结婚照, 又想象着在这结婚照下JF鬼混的场景, 恨得压根直痒痒, 握紧了拳头。 这对男女给自己戴绿帽, 等抓到现行, 一定要和张梅离婚, 要狠狠教训他们。 乔良进了客房睡觉, 这些日子在山里太受罪, 要好好修养身体。 正睡得香, 手机铃声急促响起来。 乔良摸过手机一看来电, 岳父, 张梅的爸爸打来的。 爸, 乔良接电话, 梁子, 不好了, 你妈刚才上卫生间, 不小心滑倒摔伤了, 现在躺在卫生间里, 我一个人弄不动, 电话里传来岳父焦急的声音。 岳母很胖很重, 岳父自然是弄不动的。 乔良忙下床穿鞋, 爸, 别急, 我这就过去。 好, 你快来, 梅子这丫头, 电话怎么也打不通, 也不知道干嘛去了。 岳父挂了电话, 乔良穿好衣服忙下楼, 打了量出租, 直奔岳父架。 虽然张梅对自己不咋样, 但岳父岳母对自己很喜爱, 当儿子看的, 每次去岳父家, 岳母都忙活着做乔良最喜欢吃的饭菜, 岳父则喜滋滋拿出好酒招待自己。 路上乔良给张梅打电话, 关机。 这狐狸精去哪了? 怎么会关机? 乔良想了想, 又拨通了楚恒家的电话, 张梅周末常去楚恒家玩, 说不定会在那里。 接电话试得记红。 红姐, 张梅在不在你家? 没来啊, 你没打他手机。 关机呢, 也不在家。 哦, 那说不定去哪里玩了, 手机没电了。 楚歌在家吗? 不在啊, 他一早就被我们集团的车街走了, 去北大山度假村参加那个什么文化座谈会。 乔良这才想起昨晚楚恒街的唐超的电话。 那没事了, 打扰红姐了。 客气啥呀, 是不是找不到张梅, 今晚没人给你做饭了? 呵呵, 不然来我家吃吧, 解顿甲鱼汤给你补补身子。 乔良心里一热, 好体贴的女人, 张梅对自己 要是有季红的百分之一也好啊。 谢谢红姐, 不用了, 我今晚还有点事。 乔良道谢后挂了电话。 很快到了岳父家, 乔良让出租在楼下等着, 急火火上楼, 一进门, 岳母正躺在卫生间地板上痛苦呻吟, 岳父在旁交集地束手无策。 乔良忙背起岳母, 和岳父一起下楼, 气喘吁吁上了出租, 直奔医院。 到了医院, 乔良背着岳母直奔门诊, 大夫查看后让去拍片, 乔良又背着岳母去影像楼。 折腾了大半天, 乔良累得够呛, 最后结果出来了, 小腿骨折, 要住院。 乔良接着要去办住院手续交押金, 岳父拉住她, 递给她一张银行卡, 乔良不要, 岳父硬塞给她。 你们小两口靠工资生活, 不能花你们的钱, 我和你妈的退休金都在里面, 拿去交押金。 乔良心里热乎乎的, 接过银行卡去交了押金, 办好了住院手续。 当晚, 乔良就在病房陪护岳母, 岳父年龄大了, 身体不好, 让她回家休息。 半夜困了, 乔良就趴在岳母病床前打会瞌睡, 随时观察着岳母的情况。 天微明的时候, 乔良又打张梅的手机, 还是关机, 打家里坐机, 没人接。 显然, 张梅一夜没回来, 不知去哪鬼混了。 乔良此时心里没有气, 却涌出巨大的悲哀。 天色大亮, 岳父来了, 带来了早饭。 乔良伺候岳母吃完早饭, 护士过来通知准备手术。 做完手术, 岳母躺在床上, 受伤的小腿打了护板, 不能乱动, 乔良就在岳母床边照顾着。 看乔良照顾得如此体贴, 同病房的人都夸乔良孝顺, 羡慕岳父岳母有个好儿子。 岳父岳母乐得合不拢嘴, 骄傲地说这是他们的女婿, 大家一听更羡慕了。 听着大家的夸赞, 乔良心里一阵叹息, 很悲凉。 岳父岳母把自己当儿子看, 老婆却不把自己当丈夫, 给自己戴绿帽。 岳父岳母心疼乔良太劳累, 让她回家睡一觉, 乔良不放心, 就在刚出院空出的病床上, 躺下睡了一觉。 夜幕降临, 乔良让岳父回家休息, 自己继续在病房陪护岳母。 半夜的时候, 乔良醒了, 又打张梅手机, 还是关机, 打家里坐机, 还是没人接。 乔良来到走廊尽头, 活动了下筋骨, 看着窗外静谧的夜空, 想着自己失败的婚姻, 心情很抑郁。 天亮的时候, 岳父来送早饭, 张梅终于来电话了, 打给岳父的。 臭丫头, 这两天去哪里了? 电话也打不通, 你妈摔伤了, 住在医院里, 岳父生气地骂起来。 张梅很快赶到了医院, 进病房的时候, 乔良正在伺候岳母吃饭。 妈, 你怎么样了? 张梅气喘吁吁趴在病床前, 满脸都是担忧。 岳母叹了口气, 死丫头, 就知道完, 妈幸亏只是摔伤了腿, 要是得了急症, 恐怕你就见不到妈了。 是啊, 幸亏良子赶来, 及时把你妈送到医院, 幸亏良子这两天, 无微不至照顾你妈。 岳父也在旁边道, 张梅满脸羞愧, 看了一眼乔良, 明明嘴唇, 没说话。 乔良冷冷看了张梅一眼, 也没说话。 等岳母吃完饭, 张梅要给单位打电话请假, 岳父不同意, 说不能因为这是耽误了工作, 让乔良和张梅去上班, 白天她照顾岳母就可以。 乔良本来想给叶欣怡打电话请假的, 又觉得刚到新单位就请假不妥。 而且, 岳母已经做完手术了, 没有什么重活累活, 白天有岳父看着书页就可以。 爸, 晚上我来接替你照顾妈。 岳父点点头, 你们抓紧去上班吧, 这里有我在, 你们放心就是。 乔良和张梅出了病房, 乔良一言不发, 直接下楼, 张梅紧跟在后面。 到了医院门口, 乔良正要叫出租, 张梅叫了一声, 乔良, 什么事? 乔良没有回头, 冷冰冰道。 谢谢你。 张梅的声音有些发虚。 谢个屁, 我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照顾你妈的。 乔良的声音继续很冷。 我知道你一定在因为我这两天没回家生气, 其实我没干什么。 就是, 就是, 张梅吞吞吐吐。 你这两天去了哪里, 干了什么, 和我有关系吗? 乔良打断张梅的话。 有, 你是我老公, 当然有权利知道。 朋友们, 连载故事比较长, 谢谢您的支持。 喜欢连载故事, 评论打个EO。 您的鼓励是我们创作的动力。 继续往下听吧。 乔良火了, 还知道我是你老公, 你这种给老公戴绿帽的狐狸精, 配做老婆吗? 张梅, 虽然我们还没办离婚手续, 但在我心里, 那个证已经形同虚设, 没有任何意义了。 为什么你非要和我离婚, 就因为我开的那个玩笑, 你就当真了? 就蹬鼻子上脸没完了? 张梅急了。 乔良冷笑一声, 为什么我要离婚, 原因你比我清楚? 我什么都不知道。 张梅口气虽然很硬, 但心里却很虚, 直犯嘀咕, 难道她知道自己和那人的事了? 不可能啊, 她一定是在炸自己, 一定是因为自己平时对她冷落, 不愿意和她做那事, 她感到厌烦了, 正好借着这个由头离婚, 或者是她在外面又有了女人。 虽然张梅巴布地和乔良离婚, 但却又不敢违背那人的话, 只能硬撑着和乔良坚持下去。 同时, 乔良照顾妈妈的事, 又让她多少有些感动, 觉得自己亏欠了乔良什么。 你什么都不知道。 乔良继续冷笑, 张梅, 别的不说, 就说这两天两夜你玩失踪夜不归宿, 谁知道你跑哪里和什么人鬼混去了。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 好, 我告诉你。 张梅咬咬牙, 懒得听, 乔良脸一扭, 却又好奇想知道。 我是参加唐朝集团 在北大山度假村开的那个文化座谈会去了, 会议昨天下午结束的, 晚上又搞了个联欢会, 我今天一早赶回来的。 走的时候, 忘记带充电器, 手机没电了。 乔良眉头一皱, 楚衡去参加那个座谈会, 怎么张梅也去了。 楚衡去参加是会议领导, 要发言, 张梅是广电局做人事的, 他去干个屁事。 不对, 张梅一定在撒谎。 看乔良一脸不相信的表情, 张梅继续道, 这个活动当然是没我什么事的, 我只是跟去打酱油拿纪念品游山玩水的, 而且, 唐朝集团也没邀请我, 是请了我们局办的丁主任, 丁主任和我关系不错, 知道我喜欢山里风景, 周末又没事, 就拉上我一起去了。 乔良眉头又一皱, 丁主任是广电局办公室主任丁磊, 楚衡当广电局长时一手提起来的亲信, 丁磊怎么会拉着张梅去参加这个会, 难道真是张梅说的理由? 你要不信就回家看看, 我领的纪念品就放在茶几上。 张梅又道, 看张梅的神情, 听她的话, 似乎天衣无缝, 找不到什么漏洞, 自己似乎不得不相信, 但乔良却还是有些怀疑, 至于到底在怀疑什么, 一时说不清, 我该说多的都说了, 你要是非不信, 那我也没办法, 好了, 我去单位上班了。 张梅说完, 打车走了。 乔良仰面朝天, 看着灰蒙蒙的天空发呆, 突然觉得自己很可笑, 张梅说的这个是真是假, 有什么关系呢? 反正她已经给自己戴了绿帽, 反正自己和她已经没有感情了。 乔良打车回到家, 客厅茶几上果然放着一个礼盒, 打开一看, 一个精致的台式石英中, 上面印着唐朝集团文化座谈会纪念的字样。 看来张梅梅撒谎, 果然是去北大山参加那座谈会了。 乔良看着石英中琢磨了半天, 然后洗了把脸, 换了身衣服, 去不理上班。 刚到办公室, 徐鸿刚就打内线电话, 叫自己过去。 乔良忙拿起笔记本和笔, 去了徐鸿刚办公室。 徐鸿刚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 手里拿着一张江州日报。 小乔, 你看下报纸。 徐鸿刚面色阴沉, 把报纸递给乔良。 乔良接过报纸一看日期, 今天的江州日报。 报纸怎么了? 乔良困惑地看了一眼徐鸿刚。 看看报纸又下脚, 徐鸿刚又说了一句。 乔良忙看去, 是一条八百字左右的消息稿。 内容是关于唐朝文化, 在北大山那文化座谈会的, 里面有会议的内容, 还有楚衡讲话的几点要求。 对江州日报来说, 一般只有副厅 及以上领导参加的会议 才会给予报道。 参加的领导级别越高, 报道的篇幅越长, 像触及领导参加的企业活动, 要么不报道, 要么在二版发一条百字以内的简讯。 按楚衡的级别, 唐朝集团这种企业文化座谈会, 顶多在二版发一条简讯, 甚至都不会报道, 但却在一版到头条 发了八百字的消息, 这是副厅级领导 都享受不到的待遇, 确实过分了。 乔良明白, 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楚衡是刚上任的宣传系统二把手, 他参加的活动, 市值新闻部门当然不敢怠慢, 唯恐报道不得力得罪了楚衡, 自然会尽量安排重点版面拉长篇幅。 或许这也是唐超邀请楚衡参加座谈会的原因, 不过这种事也可以理解, 以前都是这样的, 看徐鸿刚拉着脸, 乔良不知道他为何不高兴。 徐部长, 这个稿子有什么问题吗? 乔良小心翼翼道, 稿子有没有问题我不关心, 我只想知道, 楚部长参加这个唐朝集团的活动, 走的是什么程序, 你们办公室事先有没有接到邀请函, 徐鸿刚不紧不慢道, 乔良恍然大悟, 原来徐鸿刚关注的是这个, 想知道楚衡是不是利用自己常务副部长的身份干私活。 这事我不清楚, 我现在就去问一下。 这一块归月珊珊负责, 乔良忙去办公室找月珊珊问这事, 月珊珊听完摇头, 说从来就没有接到过唐朝集团的任何邀请函。 乔良回到徐鸿刚办公室如实汇报。 徐鸿刚点点头站起来, 背着手来回走了几步, 接着站住, 看着乔良, 小乔, 你马上给我起草一份通知。 乔良接着从口袋里摸出笔记本和笔, 看着徐鸿刚。 徐鸿刚又继续夺步, 编道, 通知的内容是关于规范部内人员参加社会活动的, 今后凡是企业的活动, 邀请部里各级干部参加的, 都要按工作流程走, 没有接到办公室通知的, 一律不准利用自己的公职身份参加, 更不准利用单位主管新闻媒体的便利, 没有原则, 没有标准的夸张报道。 乔良边记录边寻思, 卧槽, 徐部长显然对楚衡私自参加这个活动不满, 是要借着这个事整理内务, 规范部内人员的社会行为。 这文件一出台, 肯定会搞得楚衡很没有面子, 因为大家都明白这是因为他引起的。 而且大家都会对楚衡不满, 因为大家之前经常干这种私活, 打打牙绩捞点外快。 而且, 楚衡此次参加的是唐朝集团的活动, 而唐朝集团的老板是徐鸿刚前任的儿子。 想到这里, 乔良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徐鸿刚。 等徐鸿刚说完, 乔良谨慎道, 徐部长, 楚部长这次参加的这个座谈会, 是唐朝集团搞的。 我管他是唐朝还是宋朝, 这个有区别吗? 徐鸿刚一挥手, 唐朝集团的董事长是唐部长的儿子。 哪个唐部长? 徐鸿刚似乎在装傻, 就是唐树森部长。 哦, 徐鸿刚点点头, 自语道, 怪不得, 怪不得, 乔良突然有些后悔不该说这事, 这样等于告诉了徐鸿刚楚衡和唐树森的关系。 不过, 想想也未必, 说不定徐鸿刚早就知道楚衡和唐树森关系不一般。 徐鸿刚私存片刻, 看着乔良, 小乔, 你认为, 我们严肃内部纪律, 和唐朝集团有一毛钱的关系吗? 没有, 一点都没有。 乔良突然轻松了, 是啊, 徐鸿刚搞内部整风, 和唐朝集团有什么干系? 虽然这是唐朝集团引起的, 但似乎真的没有关系啊, 自己刚才似乎想多了。 这就是了。 徐鸿刚笑起来, 既然没有关系, 那就去吧。 乔良回办公室开始弄通知, 二十分钟后, 通知弄好了, 修改了一遍, 然后打印出来, 拿着去找叶欣怡。 按出台文件的流程, 通知要先给叶欣怡看。 叶欣怡今天心情很不好, 昨晚宁海龙半夜回家, 醉熏熏非要和自己办事, 被她拒之卧室门外, 闹腾了大半夜, 弄得自己一夜没休息好。 叶欣怡和宁海龙分居两年多了, 自从出差回来, 发现宁海龙带女人回家。 自从肚里的孩子, 在宁海龙的暴力下流产, 两人就开始了冷战。 虽然宁海龙多次赔礼道歉, 但叶欣怡一直不肯回头, 因为心彻底冷了。 今天刚起床, 叶欣怡又接到公共宁子轩的电话, 让她和宁海龙晚上回家吃饭。 叶欣怡是非常不愿到公共家吃饭的, 因为她害怕宁子轩那貌似慈祥, 却又迷离的眼神。 想起自己迫不得已的婚姻, 想起宁子轩那老在自己身上打转的眼神, 叶欣怡的心情就很糟糕, 多次涌起和宁海龙离婚的念头, 可每每想起自己家亏欠宁家的, 总是无法开口。 看叶欣怡此时郁郁寡欢的样子, 乔良不想招惹她, 规规矩矩把通知递给叶欣怡。 叶欣怡搭落着眼皮, 接过去看完了文件, 然后抬头看着乔良, 不跃道, 谁让你弄的? 叶欣怡不高兴, 是因为弄这个通知, 自己作为乔良的直接上司, 竟然不知道。 徐部长直接找的我, 让我搞的。 乔良回答, 叶欣怡一听没办法了, 虽然不理强调工作要按程序一级一级来, 不准越级, 但那是对下级来的, 上级要是这么做, 谁都不能说什么。 乔良刚正式上任, 徐鸿刚就越过自己, 直接安排乔良做事。 一方面显出徐鸿刚对乔良的看重, 另一方面, 自己这个办公室主任似乎成了挂名摆设。 既然徐部长直接安排你做的, 干嘛还要给我看? 叶欣怡脸一拉。 乔良笑了, 按照办公室工作流程, 凡是出台的文件, 都要先由主任审阅。 叶欣怡没做过办公室主任, 对这一套流程显然不如乔良熟悉。 听乔良说的有理, 叶欣怡呼了口气, 无可奈何在通知上写了一行字, 报徐部长审批, 然后递给乔良。 乔良接过文件, 刚要转身出去, 叶欣怡道, 等等, 叶部长还有什么指示? 乔良转过身, 叶欣怡明嘴唇, 那个, 前天晚上在超市门口的事, 他太无礼了, 我带他给你道歉。 乔良灯时感动, 叶欣怡好懂礼节, 宁海龙的事, 他却要道歉。 一时觉得过意不去, 摆摆手, 过去的事就算了, 我不会放在心上的。 还有, 那个, 那个你那天晚上的事, 我也不对, 不该偷看, 不该拍照, 我也给你道歉。 叶欣怡脸书地红了, 这家伙讲话好直接, 忙摆手, 好了好了, 不许再提那事了, 出去出去。 看叶欣怡这神情, 乔良心里一动, 咧嘴一笑出去了, 直接去了徐鸿刚办公室, 把通知给了徐鸿刚。 徐鸿刚接过去看了一眼, 接着又还给乔良, 按工作程序一级一级来, 先让楚部长看看。 乔良一正, 徐鸿刚让自己弄着通知的时候, 直接越过叶欣怡安排自己, 现在倒讲起程序来了。 显然, 徐鸿刚让楚衡先看, 是有用意的。 看乔良有些发症, 徐鸿刚认真道, 小乔, 工作一定要注意流程啊, 可不能越急。 乔良心里苦笑, 越急也是你搞的, 现在又如此说, 反正不理你是老大, 怎么都是你说了对。 乔良去了楚衡办公室, 把通知给了楚衡。 楚衡一看通知的内容, 心里微微一颤, 随即不动声色看着乔良, 小乔, 这通知业部长, 不是签字直接承报徐部长的吗? 怎么送到我这里来了? 乔良想了想, 决定实话是说。 刚才我把通知送给徐部长, 他说, 让你先看。 楚衡心里又是一颤, 徐鸿刚这么做, 显然是有用意的。 出台这个通知, 表面上是内部整肃, 但无疑是针对自己参加的 那个唐朝集团的活动来的。 这通知一旦下发下去, 大家显然都明白 是自己引起的。 显然都明白, 新来的部长在不露声色 敲打自己这个常务副部长, 这多让自己下不来台, 多没面子。 在官场, 面子很重要, 它代表的是位置和权威。 这个从省里下来的高官, 刚到江州, 就显出血气方刚的一面, 刚调整了局部的人士, 接着就开始整肃内务, 而整肃的第一步, 就是拿自己开刀, 露出了咄咄逼人的气势。 徐鸿刚的第二把火 烧到了自己屁股, 自己该如何应对呢? 稍一丝存, 楚衡拿起笔, 在通知上写了一句, 完全同意, 请徐部长审定。 写完楚衡把文件递给乔梁, 接着随口问了一句, 这通知是叶部长安排你弄的。 按楚衡的思维定势, 这样的文件出台, 徐鸿刚应该会先安排 兼办公室主任的叶欣怡, 然后叶欣怡再安排乔梁。 乔梁直接回答, 不, 徐部长一早把我叫到办公室, 直接安排我的。 楚衡稍微一愣, 眨眨眼, 接着点头, 好了, 我知道了。 然后乔梁出去了, 楚衡接着摸起桌上的电话。 唐部长, 是我, 朋友们, 今天故事先说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继续接下来的故事。 喜欢连载的评论区打个一哦, 下回再见吧。